中国人修仙真的就要瞒不住了 一个唇红齿白的小姐姐 身穿道袍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学习日常 可爱呆萌的模样瞬间俯获了无数妄女的心 而最令人惊吓的是 她的老师同学也全部和她一样的道士打扮 不仅气宇宣航 还个个掀意气飘飘 一副视怀高尘的模样 小姐姐从小就与道教接下来父姐之缘 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了 正当大家纷纷感叹 这么可爱的小姐姐为何如此想不开 竟然成为了道姑之计 小姐姐却用实际行动表示她能笑话太疯癫 我笑她能看不穿 她不仅不觉得惋惜 反而乐此不疲 原来她所在的学校不用写作业 也不用熬夜做卷子 主打的就是一个自由随性 如果非要说作业 那么驱鬼画幅算不算 你以为人家是不够正业 实际上这还真是人家的主业 校园里到处都是拿着刀剑随地笔划的学生 他们的剑术五花八门 甚至一些人怎么看怎么想都是在混水墨浴 然而事实上人家却是在练习驱鬼想要 遇见飞行的本领 教室的黑板上随处可见天干地质 无形八卦图 更令人惊吓的是 他就老是在讲堂上 一本正经的教授这些课程 在这些的校园内 身边都是身穿道袍的同学 怎么看都有一种在影视剧 或者穿越的不真实感觉 你以为这些都是杜传出来的 事实上人家还真是正经的本科院校 这所学校就是位于浙江省天台山的浙江道教学院 天台山风景优美 及天地之灵气 万物之精华于一身 一直都与道教有之联系 早在汉武帝时期 就吸引了众多的修仙者 成为了修仙的圣地之一 在这所学校里 学生们很少会出现上课打课式的情况 一是因为老师教授的内容非常有趣 试困 驱鬼话虎这种炫酷的技能 谁不想学两招 第二个决定 则是虽然他们不玩手机 但却可以光明正大的摆弄自己的法器 只要不仅想其他同学上课 老师都会给学生充分的自由 并且英才是教 针对每个学生 教授不同的内容 科技说 只要你感兴趣 老师都会不遗余力的 将相关的内容传授给你 最关键的是 人家的生活质量 更是在国内众多大学里 成功的杀出了一条 不通寻常的道路 当普通大学生 还处在从家里带回生职 带零食去学校的阶段 人家就已经实现了 从衣食住行 到吃喝拉萨全部免费 而且食堂的饭菜 以绿色有机食品为主 绝对令人吃得健康又舒心 这样一所风景一人 授课那种有趣的学校 是问谁不想去 然而人家 也是有严格的招生条件的 并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 中国人修行的秘密 真的藏不住了 一个甜美可爱的小姐姐 身穿道袍 分享了自己的学习市场 瞬间引爆外网 而当了解完她的学校后 众人却纷纷见无不已 浙江道教学院 作为一个中魁来了 都要羡慕到流泪的学校 却是个正儿八经的本科院校 由国家宗教事务局 和中国道教协会 特地批准成立的 学校占第四十多亩 共三方平方米 教学楼全部采用放松的结构 看上去古香古色 隔壞赏心院目 虽然是道教学院 但学校里的各项建筑设施 却并不落后于其他学校 教学楼办公楼 科建楼应有尽有 图书馆宿舍楼 餐厅也各具特色 甚至还有不少 充满道教风格的健身设备 整个学校不仅能容纳一千余人 甚至举办各种交流会议 也不在话下 每年都会请来各种前辈高人 前来讲座传授知识 目前这所学校内 有13名转世教师 一天6名兼职教师 规模虽然比不上其他高校 但是人家的老师 绝对是精英中的精英 只叫你肯学 想要学什么 保准教到位 因此这所学校的招生条件 也非常严格 就算是能够考上 清华北大的学生 也不一定能够进入这家学校 要想进入这里 最重要的就是爱国爱党 遵纪守法 关于什么宗教 身在红旗下 就必须得是爱国的人 爱国爱党都做不到 品德能好到哪儿去 还谈什么修盛养性 为了挑选人才 这所学校的招生率 也低得了一股 每年雷达不同 只招收60个学生 并且他们根本不看分数 只看生辰八字和纪元 如果八字不符合他们的要求 那只能说下辈子再来吧 毕竟八字这个东西 对普通人来说 顺乎的很 从你出生就注定了 再怎么努力 也是改变不了的吧 除了生辰八字和缘分外 他们对年龄也有一定的要求 若学的学生 必须在18岁到28岁之间 苏聚学生必须言语律己 不能有不良嗜好 和任何犯罪记录 为了避免学生之间随意攀比 因此在校期间 必须统一身着 学校发的道好 每天凌晨四呼点 就叫起床清休 晚上九点半 必须戏灯睡觉 那种们就自律性的熬夜党 和赖创人士 绝对可以前来体验一把 很多人可能会产生疑问 里面的学生 会不会像普通的大学生一样 逃课或者编里有请假 事实上他们也会做这些 只不过他们的请假 却比普通人高级多了 这种过来修仙 真的是已经藏不住了 一个可爱甜美的小姐姐 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学习日常 一席大炮 心气飘飘 而她的老师同学 竟然全部和她一样的装束打扮 当了解完他们的日常生活后 网友们却纷纷表示羡慕不已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所学校的学费非常低 一年也就五百来块钱 平常少出去吃几顿饭 就能轻松交上学费 并且学校教授的内容也非常丰富 想鬼捉妖八卦算命 呼风唤誉 欲见飞行 只有你想不到 那就学校叫不了的 如果你今天不想上学了 只需要掐指一算 然后大笔一位 在请假条上落下六个大字 今日不易出门 不仅能够顺利通过批准 甚至还有可能会赢得老师的称赞 毕竟这不就是学会了占卜预算吗 而一些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们 则更加厉害 他们随意念个咒语念个诀 就能呼风唤誉 这番炫酷的操作 不仅自己不拥去上学了 还连带着解救了众多不想上课的学渣们 简直羡慕酷了好吗 老师们对此早就见怪不怪 不仅不生气 可能还会对这个学生进行表扬 毕竟人家是凭自己的本事 召唤来风语 为什么要批评呢 事实上 这个学院也不是细点都不抓学生的成绩 为了鼓励学生好好学习 他们实行默会淘汰制度 最后一名的学生 很有可能会被淘汰 毕竟社会规则就是优胜劣汰 老师虽然不对学生有太多管束 但学生也不能太过放纵 走会师父领见门修行高个人 想来就是这个意思吧 老师管得再多 都不如学生自己想学 并且他们还开设了古文书法和外语课程 毕竟画幅和经书都需要用到这些技能 如果连这些基础都做不到 真正需要用的时候 不就真的成为了鬼画幅了吗 而开设外语课程 自然是要将我们的道教文化走出国外 发扬光大了 况且就算去外国的魔法学院 当交换生 也需要精通外语的吧 很多人可能会产生疑问 这些学生毕业了之后 怎么找工作 毕竟我国又没有专门的企业 或者单位 开设这些工作 实际上这里的学生完全不就发愁就业问题 因为他们学校还爆分配 他们毕业后 学校会根据他们的能力 以及平时的表现 综合考虑后 将他们留在学校任教 或者分配到各大道观 以及去找他们的地方 但就如此好 又如此有趣的院校 你们羡慕了吗 是的 那么 seit 发扬 看 Ich 那 你 你们 Notice